嘿,我是阿图,一个从餐馆端盘子的穷学生,成为万坟教育博主的澳大利亚注册教师 随着外地老师阿图频道的稳步成长,我收到了越来越多教育平台的合作邀请 在跟这些平台合作的同时,我也尽力为频道的followers们争取利益 为了更快的给大家推荐线上线下的汉语教师职位 前两周我在社群里发布消息,请正载或准备做汉语教师的各位发送简历到我的电子邮箱 看了几份简历以后,我发现大多老师和同学们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其实比我厉害得多 但简历看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说不出的别扭 从2012年到现在,我写过或修改过不下50份简历 做过将近20份长期或者短期的工作,几乎每年都有面试和投简历的经历 从社会经验几乎为零的普通学生,到不定期收到合作邀请的教育博主 跟你聊聊我的简历成长史,以及如何推销自己,总能够的一些不曾关注的知识点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沙图 坚持看完这期视频,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1.与简历共同成长 现在回看以前写过的简历,真真实实地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 每个阶段的目标,看世界的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清楚地呈现在每一份简历里 在我看来,更迭简历内容的过程就像一场闯关游戏 每结束一场战斗,都意味着新解锁的关卡正在拉开序幕 其实就是你经历的很多事都能成为你的背书 这里的背书指的不是背诵全文 背书这个概念一开始只是一个票据行为 现代职场上更常把背书用于生活中,工作中需要下功夫,熟练掌握的知识和流程 比如很多学生会争相去BAT做实习生 BAT的实习经历就成为了他们的背书 哪怕这些实习经历跟自己的专业不对口 跟以后要做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BAT的光环会让实习生今后的简历看起来更具说服力 在BAT工作过,工作能力,学习能力,抗压能力应该会比普通公司的实习生更好吧 只有在大企业待过的经历才能成为背书吗 我刚才说过,你经历的所有事情都能成为背书 如果你坚持写手杖做规划 为什么不把时间管理能力写在简历里呢 如果你有任何专业以外的兴趣和特长 为什么不把同专业学生的不同点写在简历里 如果你曾勤工俭学 为什么不把学习和工作的协调能力写在简历里 如果你真的什么也不会 为什么不赶紧关注外地老沙徒 看寻从未发掘的事件呢 第二个,模板 网上有很多简历模板 很多同学会下载模板以后直接替换自己的内容 这样的操作当然是最方便的 正因为是最快速完成简历的方法 也会更容易让你的简历撞山 也会有同学花钱买模板 也不是不可以 但从招聘方的角度来看 我其实没有那么在乎简历模板花了多少钱 而是更注重这份材料能让我更快的了解 应聘者是否满足职位的需要 第三个,删选简历要素 我以前也会在简历里写具体的 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户籍所在地这些个人信息 依然从招聘者和职位需求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没有必要写这些信息 很多同学应该听到过 简历最好不要超过一页的说法 因为浏览简历的人可能一次性要看很多份简历 他们不会像教授审核论文一样 斟酌美和专业术语的合理性 我也遇到过很多面试官 他们一面浏览简历一面面试我 在见我之前 他们连看一页简历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上司要求来面试我 一页A4包含我的过去影响我的未来 那在写每个简历之前 我们最好思考写这些信息的原因 出生年月日可能是关乎年龄 出生地可能关乎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 比如说你是不是有方言啊 英语等其他语言的背景 户籍关乎长居地 衍生为工作稳定型 有些公司看中户籍所在地 并不是有意歧视外来人员 而是本地居民更有可能在这个公司 长久工作 公司也就更愿意培养这些新员工 为公司带来更长久的收益 如果你正打算留在目前的城市 但户籍还在其他地方 可以通过简历 复兴 面试等其他方式告知招聘方 其他简历要素 我总结为工作能力 包括工作经验 学习能力 包括学历 政策 奖项 社交能力 个性品格 社群中的角色 比如说学生干部 自控能力 包括时间管理 抗压能力 还有一些额外的价值 比如说你的兴趣特长 自媒体的运营 比如说你是不是 哔哩哔哩的视频博主 有些同学会在自我评价一栏里 写工作积极主动 负有责任心 如果提供一到三个介绍人 会不会比写一百个 夸奖自己的词语 更有说服力呢 提供referee的姓名 所在单位 职位 与我的关系 联系方式 不仅可以让张聘方 感受到我的自信和真诚 也可以通过其他人 更全面的了解我 referee可以是朋友 同学老师 前同事 房东等等 不仅可以体现我工作 积极主动 富有责任心 还能证明我乐观 开朗 充满正能量 在筛选简历要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符合职位要求 有些招聘方 会给出明确的职位要求 比如说语言能力 和工作能力 我一定会根据招聘方 给出的条件 一条一条的修正 简历内容 如果有些条件 实在满足不了 比如说三年以上的 工作经验 我会尽可能在其他要素里 补足这一项的缺失 比如说用学习能力 抗压能力 希望与公司一起成长的 这些愿望等等来补足 第四 语言组织和逻辑能力 如果实在要写成段的自我介绍 尽量不要只用主观宽泛的词语 还是之前的例子 我工作积极主动 富有责任心 可否用一句话来支持这个观点呢 比如说及时或者定向的向上级会报工作进度 遇到问题冷静分析 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搜集资源 并尽力自主完成任务 遇到难以突破的问题 主动向前辈请教 个人建议 整份简历最好呈现积极学习 不断成长的趋势 比如说技能来临的内容 可以有简 极难 工作经历的描述呢 可以从笼统到具体 承担的责任由少到多 自己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成递增的状态 一般来说 我们的成长过程 也是从无到有积累的过程 这个小心机 不仅可以真实的反映我的履历 也能有逻辑的展现我递增的进步趋势 说明我是个有潜力的新人 第五个格式 格式里最基础的就是 统一字体格式大小对齐方式 统一项目符号格式对齐方式等等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的细节 比如说电子文档的格式 尽量发送PDF文档 PowerPoint或者Word的文档 在不同系统的电脑里会格式错乱 还有文档的标题 全名加上印象职位 不要默认标题 比如说空白文档的标题 就发送给别人 标题也标太长 我收到一份 还有电子邮箱地址的文档 由于标题太长 整个标题只显示了 应聘着全名的前两个字和一整串的省略号 第六个保存旧简历 建议每一次修改简历前些复制粘贴原先的简历 再在旧简历的剔除上做修改 所有简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保存旧简历不仅仅是为了以后查看自己的成长过程 也是为了下一次修改简历的时候更方便 比如说招聘公司的要求 我刚好在某个时期的简历里写过 马上找出来填上 第七个就是投简历 除了发送和投简历 有没有可能挂简历 或者主动在社交平台推销自己呢 海外的同学可以试着定期在领音APP更新简历 发送跟本职业相关的贴文 添加本专业相关的人员 我确实在领音上收到过一些工作offer 其中一些offer还是我曾经梦想过 但是不敢失望的职位 只要有一个社交平台的账号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 每个自媒体都有无限的可能 不要求你有胸口碎大石的技能 也用不着会讲十种外语 只要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整理成文 并且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分享在自媒体 并且运用一些经营技巧 就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的思想领袖 最终实现内容变现 我会在冲亚分享最接地气 最详尽的自媒体成长教程 期待你的加入 我也会在冲亚免费分享正在使用的简历模板 对于简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对于面试又有什么想问的 快留言告诉我吧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